雷尾聊事記 天天有更新 大家好我是雷尾 今天來看伯伯倫最上敗戰提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伯伯倫 伯伯倫最大的特色是他開始的村民 就有0.5%的跑速加成 所以一開始村民的移動速度就很快 4thands在開始是加10% 所以村民一開始就移動速度的優勢 在什麼黑森林外加的時候 伯伯倫跑得特別快 可以追擊對方的村民 算是一個不錯的家省 伯伯倫他的特色來說 還是比較偏向於在打這個八蛇馬舊單位 還有這個弱宮比較適合他 比較偏機動性的打法 伯伯倫後期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用 所以他的前中後修 都算是一個蠻平均的水準 算是一個偏強的文明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伯伯倫天人 伯伯倫天人最大的推薦是他的駱駝兵戰矛 都是有25%折扣 簡稱這個75折 伯伯倫天人他的伯伯倫聖騎兵 也是這遊戲裡面最昂貴的單位之一 不管是升級或是造價 都是數一數二的貴 因為他要升級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那伯伯倫天人他的後期有火槍火炮 而且建築物的血量也是特別多 是他的特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 接下來看一下 Viper他會怎麼玩這個伯伯倫天人 伯伯倫天人在Viper有一段時間他沒有玩到 有一點好奇他會不會打出這個 著名的伯伯倫天風箭槍鉛壓 那伯伯倫天槍鉛壓 前線蓋射箭廠跟均嬴是一個很厲害的打法 因為出兵距離夠短 槍毛直接在敵人家出現 要量產起來是很難量產贏伯倫天人的 所以這個打法也算是比較少尖一點 因為也不是每一次前壓 這個軍事建築物會有成功時候 要你把建築物全部往前 就代表家裡的防守會比較空虛一點 前期的經濟配置也會顯得更重要一些 算是一個極限操作配置的 那牌牌牌這邊是三個人伐木 然後或者是也要來到四個人吃果 看一下對手 對手這邊是三個人伐木 這位玩家是叫Overtank 王室喔 雖然我看不懂英文 但是用日文的邏輯去看 應該是這個意思 那這邊八成鐵人點下了直播技術 牌牌這邊打的是20吋上封建時代 那婆婆人是19吋上封建時代 旁邊的時間差距大概差了30秒左右 那如果是要打這個槍矛前鴨的話 通常不會太穩上 大概19P18P就可以打這個戰術了 但這邊應該是一個正常開局 應該也是可以出正常的槍槍矛矛 所以如果要打槍矛前鴨的話 會比較建議喔 趕快先點一下一級伐木跟一級農田 這樣子你在封建時代 可以比對方更多這個經濟優勢出來 那應該是要打漏馬了嗎 欸?射箭場 還是要打槍矛嗎 看來還是要打槍矛了 對嘛 快燈鐵人不打槍矛 渾身不最近 OK 槍矛前鴨 快燈鐵的最著名的產物 在阿拉伯來說 這個難度是跟硬家很像的 兩邊都有這個減免單位關係 這個節奏會掌握得很好 而且對方大概都是肉馬開局居多 後面轉攻兵 不然就是轉矛兵防守 所以巴安鐵的槍矛前鴨 算是一個被動式防守 進攻都是可以的 那這邊 vip很標準喔 點下一級農一級木 這邊是槍矛前鴨的一個細節 那這樣子可以在封建時代打得更久一點 讓對方不要那麼快升城堡時代 那待會槍兵跟毛兵也要開始往前喔 那現在槍兵先不要出門喔 還有毛兵 現在毛兵一出門的話 沒有槍兵防守 本容被抓掉全部的毛兵 所以這邊就是要等一下 槍兵可以守好這些資源點之後 或是家裡可以稍微小圍一下 就可以稍微出門了 那伯伯人這邊就是要盡可能用這個弱馬 給對方壓力喔 讓對方不出門 自己就可以開始爽農上去 伯伯人這邊轉出了工兵單位 伯伯人這邊點下了輪軸 槍兵 這邊看細節喔 槍兵數量已經穩住了 這兩隻 這裡面有槍兵 待會可以再補一些 這邊拉一些槍兵跟毛兵開始出門了 VIPER這一把出門的時間 稍微慢了一點喔 因為15分鐘這個時間點 通常是可以點城堡時代的 也有可能是VIPER想要故意 打這個時間點出去喔 這邊直接選手也會知道 這個時間你應該是點城堡了 只有出3P肉嘛 是差不多的時間點 那看一下這一波槍矛牙 能不能打出點東西來呢 好 毛兵開始繼續騷擾 一擊射點下了 好這邊毛兵全部重疊在一起 就跟毛兵在同一個位置 看起來威力很強啊 可以一直騷擾 好 但是伯伯人這時候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喔 好這邊工兵出門 奴兵點下騎士一擊馬凱 黃金套餐來了 好這就是我們常講的 這個遊戲節奏帶著好 空間時代多一點奴兵 上城堡時代變成 奴兵之後二級射還有騎士喔 兩個都是黃金兵種 通常可以秒殺人家喔 好那現在VIPER沒有戰毛兵的關係 打這些工兵會打到頭破血流啊 好毛兵趕快再繼續輸出 解掉一些工兵單位 如果能解掉這些工兵的話 槍兵就會生存力提高很多 好這邊肉麻有點撞到TC的關係 損失了一些數量 村民有要第一時間反擊嗎 毛兵趕快出來防守 下方這裡有騎士 開始要反擊回去了嗎 這邊讓伯伯人再次收村 好正面的話還有三隻工兵 好毛兵先去打殘血的會比較好 哇這邊圍起來 肉麻終於收掉 毛兵好一滴血換掉一隻 可以啊 毛兵出來投一發殘血的 哇又收掉了一隻工兵 剩下兩隻工兵了 但騎士過來很麻煩 騎士暫時沒有辦法可以解 升到城堡賽 引定要先補一個修道院 然後3TC開弄也可以喔 修道院趕快補 好重裝長槍兵升級 不然騎士要無腦開A了 好先補了一個TC 修修修這樣想侲 修修修修道院啊 說好的修道院啊 好這邊果斷回家 看起來是扛不住了 家裡快要沒複膝 現在伯伯人村民宿打出來了 41村對上31村 村民宿約為差距10村 這裡看來是要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要去耶 MIPER這邊能守住嗎 後面再補個房子是能擋住 好弓兵收完了 這邊暫時應該沒問題 槍兵也回防了 但戰毛兵現在升級點不下去 現在只能用重裝長槍兵稍微防守 TC蓋好了收村 應該可以擊殺掉這隻騎士 來得擊拉走嗎 走斜的 2滴 走掉 卡位 欸 收到了 這隻騎士終於收掉了 MIPER這邊順利的3TC也開農了 這邊要不要先偷個二級伐木呢 但感覺偷二級伐木會斷村 或是斷木頭 這邊大概農田就會要再灑第二輪囉 繼續按村民 然後村民趕快補上去 波波人這邊也是3TC正常 開始營運了 看血的騎士拉回家補個血 滿血的騎士繼續出發騷了我嗎 還是要先去偵查一下呢 PIPER這邊還沒有升到戰毛兵就出門 看一下對手有沒有繼續出弓兵喔 沒有出弓兵的話 他接下來就只要出長槍兵跟生侶就行了 這裡偷了一個二級伐木 最終還是要偷的 玩世紀帝國不偷就是等輸 該偷的時候還是要偷一下 看到對方騎士這麼多 PIPER這邊瞬間往後拉兵 好毛兵稍微反擊一下 好這邊下高地囉 下高地騎士一定會衝 好再回頭打一下 這邊槍兵被迫這裡要反擊 彈血往後拉 後面兩隻騎士再輸出 戳掉了很多騎士喔 怎麼覺得PIPER的槍兵 跟我的槍兵的強度不太一樣 是我的錯覺喔 世界冠軍等級的槍兵好像比較厲害 好這邊想要走到更近的時候再輸出 這樣才可以順利兩發縮掉 才不會打歪 這邊就戳掉一隻生侶 這邊稍微把伯伯仁的生侶逼退回去 哇槍毛錢壓 再收掉一隻奴兵 我覺得伯伯仁暫時別出攻兵了吧 出奴炮同時撤盆都比較好 好選擇出奴炮 奴炮打槍兵也不錯 效果其實也蠻不錯的 只要聚在一起的話 PIPER這邊轉出了生侶 最終還是要按的 遇到對方馬國開局 生侶是必備的 絕對不能忘記出的單位 這邊趕快地去撒農田 二級農田這時候沒有機會補 二級伐木師一定要優先補 農田繼續撒 看下來暫時OK 還可以撿到一兩顆生物還不錯 不過再次使用騎士出門了 這邊要找個機會點下品種會比較好 這邊騎士只有100滴血算偏少 VIPER這邊終點下了佔毛病的升級 這邊騎士想要抓掉殘血的 落單的重裝長槍兵 看看到後方的槍兵數量太多 選擇撤翠 看到對方騎士過來 VIPER要按點槍兵嗎 還是繼續按生侶就好了呢 繼續按生侶 槍兵暫時沒有繼續補 又補了 這裡還是要補一下這樣子 上方這裡防止繼續圍 火某人這邊打得非常沉穩 這邊是先點下的跑速 沒有先點下品種 有跑速的話比較好標這些馬 生侶過來 要著想一下嗎 VIPER這隻生侶 不著的話 可以撿到生物的樣子 對方並沒有偵查到這隻生侶走過去 好 正面看一下 看一下情況如何 這邊點下的神聖思想 火某人點下的手推車 唉唷 這樣就可以讓自己村民的移動速度達到巔峰 它會移動速度可以高達驚人的9.7 然後 我現在還會再加一點 是不是會突破1呢 火某人這邊是3台弩炮 好 加上大約9隻騎士 8隻騎士 3台的話打這些槍矛很有力的喔 來看一下博某人的移動速度 9.7現在變成 唉唷 1.06 有夠快啊 1.06的跑速 好 那半男天然這邊的生侶科技 是相當全面的 也可以用這個招強戰術 去招強敵方攻城器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不然弩炮打槍兵戰矛實在是太強大了 好 村女第一時間招強的 並不是騎士 而是招攻城器 那其實viper也可以選擇招騎士去打攻城器喔 但攻城器一直被前面的重裝長槍兵給輸出喔 可能會輸出到一半喔 就會被槍兵們戳掉 所以要穩定招強的話 還是招攻城器會比較直接一點 好 這邊騎士一波打下來 還是騎士比較厲害一點 洞裝長槍兵跟戰矛兵全部被收光 viper這時候偷偷點下手推車 邊打邊偷經濟 但是這一個能夠收下嗎 哎呀 這個生物差點被搬走 想在viper面前搬生物有點太偷啦 我怕伯伯仁 這個生女現在沒有招強能力 現在CD當中 viper有補下更多的均勻嗎 可能要再補一些喔 現在均勻的數量明顯不夠 伯伯仁直接壓在臉上 看來是要拚了命 跟viper的奪掉這三顆聖物喔 裡面兩顆 外加外屏這一顆喔 好 這邊點下了二級挖金 生女繼續招翔 哎呀 點掉了一隻騎士 但也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OK 這邊戰寶兵 應該不用再繼續按 現在要全力爆槍兵 但現在爆太多槍兵也不行 viper的這邊文明優勢 是帝龍斯帶很便宜喔 所以這裡也不用爆太多的單位 去跟對方應換喔 趕快挖出一棟城堡 然後這邊插一根寶 然後去攻擊對方的巨頭 然後對方的城堡就行了 那伯伯這根寶插起來之後 也是趕快買賣一波 剪下了帝龍斯帶升級 那其實頂尖高手們 很會去用這個資源買賣喔 所以不要因為覺得買賣就有傷害 傷到自己的經濟喔 其實如果有買賣的話 你會在這些流程來說 或是應對上 會更有優勢一點喔 甚至可以讓你續命的關鍵 就是靠這個四級 所以四級一定要把這個過多的資源 拿去轉換成黃金喔 換成黃金之後再去買一些 你需要升級時代的資源 或者是直接買石頭插寶防守 也是可以考慮的 也是可以考慮的 這所謂的錢要花在刀口上 這邊 招翔滿血騎士 有機會要愛爾招到一隻 還可以喔 這邊騎士想要打這邊的村民 但是沒有辦法打到 左邊補下了一些馬丘 上面補了一根城堡 騎士一直在砍外圍的礦區 伯伯仁這邊干擾得非常優秀 好 VIP現在是三個軍營 再去出槍兵防守 這裡有一些騎士 這邊伯伯仁多線打得很好 但這邊還是有些騎士 沒有來得及控好 被戳到了一些血量 電用時代補下 減下了三級射 彈到血液補了 巨型頭司機開始亮閃起來 這一個石頭可能要蓋個TC 才能安全的開挖 不然這邊騎士一直騷擾是個問題 這邊騎士直接衝過來城鎮中心下方 也不管你會不會收撐 反正派個騎士過來打就對了 三級射升級好 沒有馬凱騎士 被城鎮中心射很痛 伯伯仁這邊要打騎士 馬凱還沒有三級 再等一下 缺了一點黃金 要賣一點木頭吧 還是先把巨型頭司機數量量產起來呢 這裡趕快點化學要轉火炮了 不然停火炮趕快出來救救了 好 這邊騎士想要上前 但後面趕快圍了一下 把重裝騎士 隔絕在這個金礦後面就可以了 金礦前面 只是後面 這個是viper的一個細節 雖然可以圍這麼快 知道這騎士要衝 但不可以衝 但這邊直接一個爆炸 家裡沒有城堡 防守有點困難 只靠槍兵的話 重裝長槍兵數量不夠多 選擇轉出了駱駝 OK 轉駱駝的話一樣有折扣 這個75折扣 一隻駱駝大約45塊黃金 跟出一隻工兵單位也是差不多的 好 那重裝駱駝要找機會補下來啦 好 這邊長兵擋住正面 騎士被戳掉了很多隻 好 這裡繼續戳 只剩下四隻騎士啦 這裡騎士送的出量有點多 但後面中張騎士打得已經中一般的駱駝的喔 好 這裡騎士很麻煩 很難解 一隻駱駝兵 唉唷 最後沒有戳掉這兩隻長槍兵 長槍兵現在防守防得有點水生活了 伯伯倫這邊進攻打得非常好 現在村民已經領先囉 138吋對上116吋的viper 村民差距約為22吋左右 這邊巨型頭司機全部反制回去 四巨頭 拆了兩棟城堡 接下來用駱駝加上槍兵往圍壓了回去 好 viper這一波打得很OK 槍兵配駱駝 完全屌打伯伯倫這裡的組成 但伯伯倫也是有火槍的文明 迅速轉出火槍 打駱駝或是重裝槍槍兵長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伯伯倫這邊轉出了不一擊攻了 稍微騎士稍微衝一點 但是viper還沒有轉出 這個重裝駱駝身形 唉唷 結果巨型頭司機沒有回家 反而是換了位置繼續架起來 看來是有意識到viper這裡 並沒有其他的反制能力 火炮要趕快按嗎 好 結果擊兵直接被退款 升級失敗 要用後面的軍營升級擊兵嗎 好 現在有火炮出來 只靠槍兵可能會被火炮 打流點傷 好 這裡重新補下了擊兵的升級 好 這裡有漏洞喔 這邊騎士一坨很麻煩 11隻啊 這個不升級兵真的打不贏喔 好 有級兵了 好 三級的步兵鎧甲也升上 這邊槍兵直接萬歲衝鋒 戳掉了一些火槍兵 唉唷 戳得還不錯啊 viper 這一波打的有料 用槍兵戳掉火槍是一件很賺的事情 好 這邊軍營投石機有點危險 往前走不太好吧 好像是控制錯誤喔 應該是碰錯了 差點被軍營投石機給砸到 好 後方的重裝長槍兵 不是 是級兵 已經追到了後方了 好 這裡軍營繼續補下 好 這邊軍營來到了5個軍營 巨型投石機舞台 好 後方這隻村民會死嗎 收掉 哎呀 再一刀 哎呀 再收掉 這裡騎士真的可麻煩 viper的村民數來到125村 但波波人已經打出150村的戰術 1村也不少的 標準的150村 精進爆出 然後穩定科技之後 再慢慢低村 低到130或120村 然後再剩下了80的人口 都轉成軍力的一個戰術打法 然後就可以有遠遠不絕的兵力 可以繼續壓制對手 那現在viper還在努力把村民數拉起來 但是也不能單純按村民 因為現在單純按村民可能會守不住 後面騎士越來越多 家裡也沒有太多城堡可以防守 所以槍兵還是要一直按 好 這裡戰毛兵打火槍 很快 哇 火槍死了有點多囉 伯伯仁要不要轉個駱駝公兵呢 好 當然伯伯仁也有大洛馬 轉個大洛馬如何呢 大洛馬只要64塊肉 非常便宜哦 村民的價格 再加上14塊肉 就可以養得起一隻大洛馬 好 這邊也順利收掉 後面這個騎士 哎呀 又 哇 這個騎士很會砍 這位玩家應該算是我看打viper 打得算是挺有壓制力的 各種騷擾也沒有怠慢哦 一直有做到事的感覺 好 那很可惜他沒有點下三攻哦 不過點三攻的話 應該會更好打一點點 騎士往前 想要扛住嗎 但戰毛兵打火槍打得很快 好 瞬間解掉了所有的火槍兵 剩下最後一隻 好 軍銀投資機被反制了回去 火炮兩台已經蓄勢待發 拜托的反擊時間終於要來到了嗎 有火炮的拜登庭 是完全不一樣的文明哦 還是這邊要鬼轉駱駝呢 這是鬼轉一波拜登庭聖騎兵 他已經打到47分鐘 要轉拜登庭聖騎兵 是有點偏經濟困難的 除了肉的缺乏之外 黃金也會有點缺哦 所以拜登庭聖騎兵 在阿拉伯來說是相當難出現的 但在一些特殊地圖來說 黃金比較多的情況下 會比較適合玩這個拜登庭聖騎兵 那一般來說 阿拉伯地圖 拜登庭打 槍矛 火炮火槍 強無之類的 還是比較適合在阿拉伯的發揮 這邊戰毛兵繼續出 波波人這邊黃金只剩下30塊了 傻傻call 對上1500塊 這裡黃金數差距非常多 拜托用槍兵 戰毛兵 省了非常多的黃金 那現在拜托最希望是對方沒有黃金哦 這個生物被偷了 撿了一個 哇 像伯伯是四生物嗎 我們來看一下 三個生物 還有一個生物在哪 在路上嗎 好 這時候拜登庭點下了馬凱 看來要轉肉馬了 還是轉駱駝 哇 伯伯這邊駱駝 駱馬數量有點多 駱駝也是瞬間爆打 哇 這裡騷擾一直做得很好啊 好 這毛兵出來 三級的弓兵鎧甲也補下了 火槍兵終於升級完畢 這一根巨型頭死機 會有危險 但火炮來到前方 火炮到前方 趕快輸出巨型頭死機 這邊要趕快拆走了嗎 火炮第一時間開始開炮 好 趕快打巨頭 巨頭趕快修回來 這裡有非常多的村民在修理 但是左邊重裝騎士抽了上去 想要被火炮進行大量輸出 看能不能拆掉兩門火炮 只能拆掉的話 戰局就會有改變 好 這邊重裝騎士 為了拆火炮 送掉了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這邊槍兵防守還不錯 但是這邊好像又走遠了 又被吸引掉 這邊疾兵趕快再試過來 再次防守 VIPER這邊火炮回頭打了一發 欸 有火下來嗎 喔 被拆掉了一門火炮 稍稍可惜了一點 VIPER這時候重點下重裝駱駝的升級 發現不升重裝駱駝真的不行 哇 這裡還有肉馬 他怎麼肉馬可以這樣亂串來 亂串去的 這麼厲害 看VIPER的農田樹只剩23片田 木頭有點爆量 農田一直沒有機會可以灑 這邊要趕快專心控火炮 把對方巨型頭司機拆掉 然後躲對方巨型頭司機的傷害 不要被巨頭打到火炮 然後還要控槍兵去控好 然後再出重裝駱駝去後面防守 哇 太忙了VIPER 這一波確實把VIPER打到有點不要不要的 最後兩人火炮 換掉了三台巨型頭司機 還是兩台 他是四台巨頭是不是 不確定 看起來巴蘭提人這邊是稍微被壓制住 VIPER還有機會反打嗎 現在兩邊黃金樹的鋪喘已經變成持平狀態了 波波人利用少量的黃金才點下了二級色 看來沒有要走弱駝駝兵的路線了 這邊達羅馬終於有三弓 哇 繼續毒殺VIPER的村民 好 這邊巨型頭司機開拆外圍的黃金 還有這個石頭 那可這邊要不要蓋根城堡防守呢 插在農地這裡 或是中間的位置 右邊的右後方的黃金也還沒完全挖完 波波人這邊點下了三級色 右邊的肉馬數量來到了五隻 駱駝數量是五隻 五對五 變六了 後面有更多兵補了過來 然後城堡下方反擊 哇 有城堡傷害 駱駝完全打不贏了 哇 這個城堡是駱駝太痛了 對方的細節控制一直控制得很好 VIPER這邊想要直接一波推進 家裡用兵力防守 但防得住嗎 VIPER這時候還點下二級馬鎧 馬鎧還沒有提升上去 被弱馬打也會很痛 重裝提示也是 這波推進要趕快拆除這裡的城堡 還有後方的產人 差有機會逆轉喔 結果城堡中心第一時間被處理掉 VIPER的村民數降到只剩下111吋 村民差距33吋 當然重裝駱駝稍微反打這一波回去 喔 再吃掉了一些大洛馬 後方村民要趕快灑農田了 古興的城鎮中心 但後方這裡馬鎧也已經蓄勢待發了 哇 這位伯伯玩家太厲害了 到處都有馬鎧 這個軍事產能一直往前補 真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可以開始往前戳 波波人也轉出了槍兵 二級步兵開架也點下了 看來有準備要跟VIPER打大後期的打算喔 VIPER這邊也補開了洛馬升級 這一波洛馬衝鋒 想要衝掉一台火炮 哇 這一門火炮還是被衝掉了 只剩下一台了 然後放有大量戰毛兵 戰毛兵打槍兵可以慢慢削減 好 直接拉村民去扁火炮嗎 這個有點太憤怒了 被情緒衝昏了頭啊 好 這裡軍頭司機兩台架起來 這門火炮能夠圍擊回去嗎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 好 這邊槍兵繼續往前 巨型頭司機 能夠修回來嗎 沒有辦法 這裡巨頭加火炮 動一下 好 上面的城堡補下了一棟 這裡總共是50%的一個建造 大概還有30%才會建造好 當然這裡也有槍兵喔 VIPER開始把自己的防守加強了一下 加薄薄人還有1300塊的黃金可以用 好 兩個生物又再次被打噴出來 好 VIPER這一波應該可以稍微夾住 右邊黃金重新開挖 農地裡還有一些駱駝 但是這三台巨頭司機可以拆到這根城堡 就很賺囉 火炮趕快趕過來 但伯伯人也是有火炮的 快趕快拆巨頭 巨型偷司機 喔 伯伯人沒有點彈道學 難怪他的戰毛這麼歪 這裡要趕快點這個彈道學才對 好 大羅馬 收火炮 有機會嗎 好像可以 哇 順利收掉 這邊巨型偷司機也不保 上方槍兵一直在巡邏 我 戰毛兵的消耗量 讓VIPER的後期有點吃不太消 反正你這邊多線打得很好 好 這次要變成肉麻正面衝鋒了 這讓我知道你很多地方都有步軍 防守 那我這邊直接打正面 那你其他的兵力 就一定要來正面防守 才擋住我的軍力總攻 那如果你前面軍力總攻的話 那我就繼續BD 就是伯伯人現在的想法 能偷架的時候就偷架 不能偷架的時候就跟你打正面 這個戰術想法相當明確喔 歷史上的戰爭也是這樣打 正面打不贏 我們就打迂迴戰 迂迴戰打不贏 那我們就打正面 確實是邏輯簡單 但卻有用的一個打法 好 戰寶兵也終於點下三級 攻兵鎧甲 這裡三級馬卡也補了上去 開始要把自己的攻防全部提升完 Mipe的黃金數也不太多了 但伯伯人這邊還有1500塊的黃金庫存 而且這兩個生物要是在被奪走的話 Mipe將會永無止盡 打不贏對手的一個狀況出現 五生物在手怎麼輸 好 伯伯人這邊遊戲節奏帶得很好喔 狗馬開始打不贏了嗎 好 抗兵這邊往前衝了 應該是沒有礦好 但往前衝這一概也不用礦了 這邊在往回礦也是被戰毛兵收光而已 好 這裡再往前 Viper的支援量非常見底 伯伯還有三個支援是破千的 好 剛剛有破千 看到Viper要殞落了嗎 右邊這個動作就補了起來 好 現在肉馬的機動性實在太好 繼續偷抓後方村民 生物全部都被撿走了 伯伯無聖物 葩珍亭一個生物都沒有 好 那這場比賽兩邊都沒有出寶兵單位 沒有駱駝公兵也沒有賣人提聖騎兵 白殼不出賣人提聖騎兵可能也是不想對上駱駝公兵 駱駝公兵打斎人提聖騎兵其實滿強的 OK 現在 斎人提聖騎兵怕射 那這裡有少量的槍兵在騷擾 但效果絕對不會比弱馬好 弱馬只要4刀就可以砍死一隻村民了 跟槍兵不一樣 槍兵還要5槍 而且班農廷還沒有3攻 可能要更多 大概6到7槍 開始有點夾不住了 IP的支援非常見底 他還是可以抵抗 再跟城堡一掉 可能就要打GG囉 因為這裡的產能會完全控制住 待會一出兵就會馬上瓦解 這個火炮打得太漂亮了 不過還有火炮 這種兵器就是比較強 這一戰毛病是讓蘇人不出陣 但到學敢不敢點一下 洞村民去血影戰毛病的傷害 好歹啊 看其實忘記點戰毛了 好 城堡病 數量很多 炸軍投石機 能夠拆除成功嗎 IP這邊只能轉出少量火炮 但在提前搭出了聚聚 恭喜伯伯仁 Over Tank 打下比賽的遊戲 打下這場遊戲比賽 那這場比賽 我覺得伯伯仁真的是打得非常漂亮 IP這邊也是打得非常好了 但 可能是節奏被帶走了 所以看起來IPP這場發揮並不是很好 也是因為伯伯仁這邊多線操作 一直有傷到IPP的經濟 所以IPP這邊一直補村民 補了非常多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IPP被擊殺197隻的村民 世界冠軍被塗到這麼多村民的情況 是相當罕見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來到了 伯伯仁贏了快要 是2萬 3萬 大概贏了2萬7左右 經濟也非常優秀 IPP這場比賽 真的是被節奏帶著走的關係 雖然以操控上來說 並不會輸對手 但對手的經濟節奏打得更好 打了150村戰術 後期又轉了大多線 一直瘋狂騷擾 IPP沒有辦法擋住之鬥 經濟一直往水球隊的打法 最後打出了GG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